看我的造型已经做的差不多了 我的第一个造型 那是这样的 因为今天收到了特别特别多的这些来信 那不可能都在演唱会上不晚跟你们分享 所以呢我就先筛选了一些 觉得在直播的时候跟大家先分享一下 选了一些比较特别的 比如说看这里有一个藏头诗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这个大个余恩 就像那个唐伯虎点秋香里面那个藏头诗 好他写的是于今秋九和十节 文末难与我情窃 文与舞台解心结 虽然只写了三号 但是我觉得也蛮有新意的 蛮不一样的 好那还有一封信 长这个样子的 他说 日落之前我跟西洋说了些悄悄话 哎呀这个不是要在演唱会上读的吗 这个是要在这儿说的 我就觉得还不错的 日落之前我跟西洋说了些悄悄话 让他把我的心事带走 藏到地平线之下 他说不如帮我送进那人的梦里 我把一些爱恋说给西洋 西洋说 明天和第一缕阳光一起洒在他身上 哎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浪漫啊 好这个比较短啊 他说落霞伴风意 余晖竹树里 残影是我 光是你 这样啊 长这样的 好 还有什么 我觉得还比较特别的 比如说这个啊 一个很漂亮的卡片啊 说 西洋在天空留下的讯息 是我想对你说的话语 洒落的光是我来过的证明 都是很浪漫 很简短 然后又 很深入人心的一些句子啊 好 让我来看一看 他说姐姐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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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见面了啊 就很多啊 很多个又啊 真好 作为理科生的我 只会在评论里啊啊啊 哈哈哈哈的我 也很想挑战一番姐姐的命题作文 他说人们总用西洋 人们总用西洋 写尽 世间悲伤 那又怎样 今晚暮色笼罩下 我们在歌唱 灯光照在脸上 是幸福的模样 西洋又落下几分 雨灰拉出了悠长 霞光下浪花飞扬 我们却走失了方向 今日的心动时刻 当落日跌进你的眼底 而刚好此刻 我见到了你 好 不错啊 我看看 你们在说什么呢 这两封出自一个人之手啊 他说 一幕晚云一缕笑脸 这满篇的云彩 是你写不尽的故事 你在写云 我在念你 我们约定 见夕阳如舞 就是见夕阳如见我的意思 好 落日余晖 燕子归巢 小鱼土炮 闻闻花香 美好的一晚 从我的歌声响起开始 好 今天其实特别的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一天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无锡站呢 有几个很特别的人会加入我们 来 让我们看一看啊 看看今天谁会来到 现场 连上了吗 老婆老婆老婆 我们爱你 文文放心呗 你们怎么那个T恤都换颜色了 你们刚刚是不是去跑站了 对啊 哎呀何必呢 真是的 萌萌 鱼萌萌 谁是鱼萌萌啊 你是不是以为只有我们俩 呃不是吗 其实 吓死我了 这儿呢 我们全员都来了 来为你打抠 啊人全在 哎等一下你们来不来现场看啊 看演唱会啊 那不是必须的吗 怎么这一下就过梗了呢 本来想留到最后的 你们那个 你们是看过别人的演唱会吗 没有看过 手看是吧 第一次必须给你 哎呀好歹 我拿了这么多人第一次我蛮好意思 哎我们这个美颜是不是有点夸张啊 所以我们今天的 其实算是我们前任四终于同框了是吧 同框团建 把他们都举起来 把他们全举起来 结个图 结个图 我们就是前任四剧组 同框团建 哎你知道我们现在就是 呃我们这个几个女生都 都有那个团粉了吗 真的吗 嗯然后他们还 就是这次好像是带着他们的心愿来的 然后说要让我们一起唱那个合璧 但是要唱一个不一样版本的合璧 什么版本呢 什么版本啊 欢快的版本是不是 你觉得呢 这样等过你 就让他笑着唱 怎么怎么就是 被伴奏的 等过你就 就怎样放过你 哎呀好开心哦 终于 终于分手了 就怎样说过你 啊 疼 不尽的包裹你 不放手太窒息 我一生高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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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想想唱一点快了 我只想想唱 痛的歌开心着唱 何必呢 何必呢 我是真的是我有点 就是怎么说呢 他没有办法开心唱啊 前两句还挺 到后面就都窒息了 你还这么开心 你让我情何以堪 你也听听不一样的何必 我感觉我刚才唱得挺开心的 演唱会的时候 你们记得在下面一块唱啊 必须的 准备好那个嗓子宝没有 准备好那个喉咙药没有 我一般我觉得 我今天可能晚上就是嗓子会哑 今天我们在录演的时候 有一个粉丝 一个男孩应该是你的粉丝 然后他还说 那个他问我们 他们说你们晚上会不会去 文文的演唱会啊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能不能说 我们就说可能会去吧 然后他就说他们也会去 然后今天看电影有好几个 他们说晚上会去你的演唱会 我这天安排的满满当当的呀 早上先去看电影 下午看电影 然后晚上去看演唱会 对呀那肯定就是我们的忠实粉丝对不对 结束完了再去吃顿海底捞 这一天过得 海底捞要是能偶遇你唱体面的话 我也想去吃 现在是合璧了 对 现在是唱合璧 过这么多家海底捞这确实越来越难了 完了我想想咱这时间怎么安排啊 你看这个白天跑你们跑完厅我没跑过在这排 然后呢咱们就演唱会 演唱会结束了咱们得去吃顿饭 吃完饭正好 十一二点对吧 咱们再找一个球场咱们再练练球 十二点找球场练练球 你是不是 郑导演是不是内卷卷到凌晨三点完了 还在那打 子健哥说等你 我不能让他盖出这种超过我的事 我一定要三点啊 约好了吃完饭咱们就去练球去 太卷了 太卷了 你知道那个粉丝还给我们的女团取了个名字 叫做清醒女团吗 什么清醒女团 就是前任清醒女团 说取的这个名字 发名 你知道你是啥吗 我是什么呀 潇洒清醒师 那你们是什么呀 我是坦白菊什么的 我是京剧女王吧 坦白菊战神我是 听透京剧王 是坦白菊更火呀 还是那个试婚的那个更火呀 现在 都很火吧 都很火 像叮当 那个坦白菊是以前最火的 然后这一次我们主要打的就是结婚冷静期嘛 创始人 我觉得 坦白菊是肯定是火的 因为六年前就火了 然后这个结婚冷静期现在也在非常的热头上 现在大家都开始叫访了 所以叮当猫就是叮当 叮当就是叮当 你还那既然就是那个网友都给我们取名 总而说是我们是清醒女团的话你要不要说一句台词啊 我还有台词呢 就是说一句你觉得比较经典的 金剧 绝对 啊 我心里就是在感情上不能犹豫不决往前看 面对未来吧 应该就是这样 你们带头吗 你的呢 你的是啥呀 我的就是 你那句我养你一点都不帅 他有那句台词骂在寺里面 对 我的就是 你不是习惯了一个人生活 而是恐惧对你现在生活的改变 哦 对 都挺好 每个人的这个经济都挺厉害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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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哦 对 对 对 那 那一句了 我想起来那一句了 嗯 我想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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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想起来哪一句啊 听到哪个环节了咱们现在 对对 啊 听你的安排 听我的安排 那我听我安排 我得看看这个时间到没到点了 哈哈哈哈 你是不是马上要准备上台了 我看这新浪的直播有点多 我昨天刚直播两天 哦 我都快成直播博主了 我说咱们新浪啊 就好点 嗯 对对对 你说我马上就要 头发做一半 马上就要上台唱歌了 然后人还插 线缝插针的来直播一下 是不是 那是直播呢 哎我以为这个发型就是你晚上要那个上台的那个发型呢 不是啊 我是不能这么凑合吧 是吧 哈哈哈 然后是感觉直播时间是定好的 一点都不能变 你说我是弄提前弄好了 跟弄 其实 就是直播在 就没有经历了 嗯 你们在干嘛呀 我们在给你直播啊 哈哈哈哈 那你等会儿几点钟上台啊 几点钟开始 啊 我现在我就快开始了 就等你们过 你们现在还没在路上吗 今天不堵车吗 你是觉得我们坐了个大卡车是吗 就是在车上给你直播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我们应该离你很近 马上就飞奔到你的身边了 我们直播完了之后给你 把直播给关了 然后你拿到我 我再来聊聊不就完了吗 你是不是挺辛苦的挺累的 我吗 我不累啊 我不累 文文放心飞 哈哈哈 然后呢 你们在后面追 对 我们有相随 哇 说这个 这是什么 弹幕说 弹幕说 弹幕有人说自己和前任也都在这个演唱会里 隔空的组局 但是呢 呃 说说她是和现女友来看的 主安慰 说咱们要不要 要不要一块安慰一下他们 哦 嗯 那 那 那我们就抱抱她呗 对 我觉得 没关系 值得更好的 啊 你值得更好的 对 她她有现女友陪 你有我们陪 我们陪你 嗯 那我们就隔空抱抱你吧 对 最后一次的告别 以后别想她了 想我 想我们 哈哈哈 哈哈哈 还有就是 我们的这个 今天主要的主题就是 前任司一年早婚嘛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多来支持我们的票房 对不对 嗯 多少亿了 都没到十亿啊 还没 还没呢 哎 吓死我了 不过没事 我们加油 前任司加油 对 加油 多跳两支舞 也要把票房冲过十亿 对不对 天哪 全世界最好的林家 你听完我不想一个人 你陪我回家吧 我陪你回家 你陪我打球 这是我前任三的台词 你不记得了吗 记得我记得 那三里的台词吗 妈呀六年 六年的台词 六年前的台词你还记得 这几年也没咋演戏 我就 我就记得 我就记得 我给你们报个料啊 有一次 在那个 前任三拍戏的时候 我跟丁点都在减肥 我们俩都在减肥 然后有一场那个缩粉的那个戏 缩粉戏呢 好不容易有一碗粉 然后好不容易能在电影里面吃 正大光明的吃 然后呢 拍了一半还没能动 快呢 然后那个装法师就来了 哪个法雕 就开始 往丁点头上 开始给他弄头巴 然后他的第一反应 就是 啪就把他粉盖住了 你不要弄到我的粉里啊 哈哈哈哈 我们丁点 我们丁当就是这么可爱的一个 所以他可以在前任寺里面 就是可爱 对不对 嗯 那你既然都报了我的料 那我就要 啊行 啊我们时间到这 哈哈哈哈 我跟你讲 我今天晚上不带你打球了 好 我手机里面有好多鱼翁翁翁睡觉的照片哦 飞机上的现场的 是 咱们在前十三那个去国外坐船 坐船 我说我不怕晕船 不怕晕船 非逼着我吃那个晕船药 吃完之后就呼呼的睡 哈哈哈哈哈哈 吃安眠药 大家以后千万不能轻易吃晕船药 上去之后 吃完之后 还拍什么戏啊 上去就直接 直接 迷迷糊糊糊 迷迷糊糊就睡了 然后你看就这种人 就拍了我很多照片 一直威胁了我六年啊 哎呀 要关直播了 再威胁我 没事就发给你提醒你一下 我手里有你的黑料 哈哈 没人处事不要慎重 过来的话 是吧 好 行了 真的 没有 没有想 不想 那你今天晚上就是加油哦 我们会在台下一直支持你的 好的 好的 要嗡嗡啊 拜拜 他必须的 拜拜 拜拜